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 简单的Knockout数据模型绑定。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Knockout JS框架。 Knockout是一个JS的MVM框架, 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ModelView,ViewModel框架。 它可以帮助用户创建复杂的前端用户交互逻辑, 而不需要写很多的DOM交互代码。 只需要按照规定的绑定语法, 对HTML元素写好标记。 当HTML元素关联变量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会自动更新HTML元素的状态, 而不需要开发者编写额外的代码。 这就意味着, 开发者可以专注于处理页面逻辑和数据, 而不用花更多的精力去处理数据和HTML元素之间的动态更新。 Knockout是纯的JS框架, 不依赖于其他框架, 也不会和我们常用的框架发生冲突, 比如说JQuery框架。 Knockout的原文件非常小, 压缩之后只有13KB。 它几乎支持所有的主流浏览器, IE6以上, Firefox2以上, Chromey, Safari, 在简单地介绍完Knockout框架之后,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也就是开发者们最熟悉的Hello World。 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这边是一个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的文本, 后面是一个文本输入框, 当文本输入框里面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下面会显示Hello, 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值。 这个例子, 我们使用传统的做法来开发的时候, 惯用的思路是对文本输入框绑定一个onchange事件。 当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文本的时候, 触发onchange事件。 将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内容设置给提示的html元素。 OK, 介绍完了开发思路, 我们进入编码界面, 来看一看这个页面的html元素有哪些。 首先是提示性文本, 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 紧跟着的是一个id为usenametext的文本输入框。 最后, 我们定义了一个id为usenamevalue的b标签, 用来显示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内容。 在demo中, 我们需要使用jQuery框架。 我们在这里引用jQuery框架的js文件。 我们将引用的js文件代码, 以及编写的js代码文本块, 放在body结束标签的上方。 这样可以让页面在加载的时候, 先加载html元素以及样式, 避免用户看到白屏的情况。 好, 我们进入正式的编码。 首先定义一个变量, 叫usenametext, 获取文本输入框这个html元素。 然后定义一个usenamevalue的变量。 获取用来展示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内容, 在hml元素。 然后我们对usenametest绑定欠记事件。 当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内容的时候, 就触发了欠记事件。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将文本输入框内容里面的值, 附到usenamevalue这个html元素上。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usename, 获取当前文本输入框内的值。 然后将usename变量的值, 附给usenamevalue这个html元素。 usenamevalue这个html元素上。 usenamevalue这个html元素上。 OK,我们来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我们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一个word。 移开。 helloword就出现了。 我们使用传统的javascript的开发方法, 已经达到了效果。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knockout达到相同的效果,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接下来就用knockout来开发, 实现同样的效果。 好,我们进入编码界面。 我们要使用knockout框架, 首先要引入knockout的js文件。 当然由于knockout文件它非常的小,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页面的头部, 不会有什么影响。 knockout框架引入成功之后, 我们先将刚刚编写的javascript编码注释掉。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viewModel。 这个变量的值就叫viewModel。 在其中定义一个内部变量, self, 指向自身。 新建一个属性, 叫做username。 username需要使用knockout的默认语法, ko点。 这里的ko就是knockout的缩写。 observable。 这一句话就代表, knockout会监控username的值。 当username的值发生变化的时候, 所有页面上绑定过username的html元素的值, 都会发生改变。 接下来, 我们实力化一个viewModel对象, 叫做currentviewModel。 接下来, 我们定义knockout的系统方法, ko.applybinding。 将实力化好的currentviewModel这个对象, 绑定到当前页面。 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knockout的默认绑定语法, 将username绑定到对应的html元素上。 首先, 首先, 我们需要对文本输入框, usernameTest进行绑定。 knockout的默认绑定语法是date, 一横, bind。 这里是文本输入框, 所以我们需要写value, 后面跟上username。 接下来是b表现, 它输出的是html元素的值,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写date, bind, html, username。 ok, 绑定结束了, 那我们保存一下文本, 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在文本输入框内, 再次输入word。 helloword又出现了。 我们用knockout的方式, 开发了相同的页面效果。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使用knockout的方式开发, 跟使用传统的java script的方式开发, 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里看到, 其实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不需要对username, test这个文本输入框, 绑定change事件。 只需要定义一个username变量, 将这个username变量, 按照knockout的默认绑定语法, 绑定到文本输入框, 以及显示的b标签上。 当文本输入框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knockout会识别出username的变量值已经发生改变, 会自动的同步到b标签上, 这时候b标签的值也会发生改变。 在这里, 我们为了凸显knockout的开发便利性,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需求。 回到页面, 就是在用户输入用户名之后, 这边显示Hello用户名, 我们需要在下面再显示一行Hello用户的用户名。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拷贝这一串代码Hello, 然后是b标签, 我们再加上一个again加以区分, 再次说Hello。 OK,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打入word, 离开, 发现Hello world跟Hello world again。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使用传统的开发方法,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新的需求,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 我们先把这一串Gioscribe的代码注释掉。 将下面这一串Gioscribe的代码取消注释。 这时候我们需要对这里的ID做一下区分。 这里的usernameView改成usernameAgainView。 然后在这里定义一个usernameAgainView。 获取usernameAgainView的html元素。 然后在嵌积事件当中, 对usernameAgainView负值。 将username的值负给html元素。 保存代码。 刷新页面。 在我们输入框内, 输入word。 离开鼠标。 效果也是同样达到了。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看一下, 用传统的Gioscribe的开发, 达到新的页面需求, 需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 我们要定义一个html元素的对象。 获取这个新的html元素。 然后在嵌积事件当中, 将username的值, 付给这个新的html元素。 那如果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需求上面, 再新增一个需求。 我们需要在这两个P标签下面, 再新增三个P标签。 同样显示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值。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定义三个变量。 username, again, 123, 去获得新增的这些html元素。 然后在前几事件当中, 对这几个新增的html元素去复制。 当然这时候聪明的同学可能会想到, 对于B标签, 我们不用ID, 我们使用class, 然后在复制的地方, 用class去获取这一组B标签。 在嵌积事件当中, 对它们批量去复制。 但如果我们这里, 还有一些其他的html元素, 也需要付username的值。 比如说隐藏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用刚刚的class的模式去获取, 去复制。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的需求可能不断地变化。 那么我们使用传统的JavaScript开发方法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嵌积事件当中, 可能不断地去新增JS代码, 去对新加进来的html元素去复制。 开发者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编写和html元素去做交互的JavaScript代码上。 而使用knockout框架, 则可以节省这一部分时间, 让开发者可以专注地去处理页面的逻辑和数据。 我们总结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knockout框架。 然后,我们开始用传统的JavaScript开发方法, 开发了Hello World这一例子。 接下来,我们使用knockout的开发方法, 开发了Hello World这个例子。 对比了knockout方法和传统的开发方法之间的不同。 我想经过本节课, 大家对knockout应该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 对于使用knockout框架去开发简单的业务, 应该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会碰到很多数组类型的数据。 在下一节课当中, 我们会介绍knockout的数组类型数据的绑定。 在本节课即将结束之前, 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希望大家新建一个隐藏域的html标签。 当用户在文本输入框内输入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新建的这个隐藏域的标签的值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绑定的语法使用knockout绑定语法。 本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 再见。 。